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他还作为顾问参与过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安全决策 堪称是上个世纪美国顶级的政治学者和国家智能 亨廷顿最著名的著作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这本书呢 我们在以前也解读过啊 而本期要介绍的这本书出版于2004年 这本书啊 虽然没有《文明的冲突》那本书的名气那么大 不过呢 他们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文明冲突论》是在911事件之后迅速流传开来的 很多研究者都在这个理论的启发之下 用文化和文明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世界 而在这本书当中呢 亨廷顿则把眼光转向了美国 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内部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他的忧虑 那就是他担心美国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了 并且他迫切了希望从文化的角度来重建美国 可以说他在这本书当中流露出的彷徨和不安 比《文明的冲突》那本书还要严重 这是亨廷顿更想要留给美国人的著作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呢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他首次揭露了 美国社会蕴含的至关紧要的变化 对于我们认识这个头号大国的未来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视角 那听完这本书呢 相信大家对于美国的文化会增加一些新的理解 你会明白为什么亨廷顿这位美国顶级的知识精英 会对本国的未来忧心忡忡 而从更广义上来看 这本书讲的呢 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 就像是他的原名和第一版的艺名啊 我们是谁 虽然以美国为例展开讨论 但是可以说作者讨论的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 而是一个更普适的每个群体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就是自我身份的认定 那接下来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为你讲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是国民认同 美国人的国民认同包括了哪些方面 然后呢 再结合着历史来讲一讲啊 美国人的认同是怎么形成的 第二 在亨廷顿的眼中 当下美国人的国民认同状况是如何的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第三 作者认为该如何重建美国人的国民认同 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一起探讨一下 该怎么看待亨廷顿在这本书当中表达的观点 美国人的国民认同这个话题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歧视 好了 下面就开始来讲今天的第一部分 在说这部分之前啊 我们先要开宗明义的讲一个本书的核心概念 那就是国民特性 那这个词呢 英文的原文是national identity 身份跟国家连起来用 这在本书成书的那个时代啊 还不太常见 所以呢 当时的翻译者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于是就翻译成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词组 叫国民特性 事实上在这本书的旧版里呢 一直还特别陈述了对于这个词翻译的困惑 但是呢 对于national identity这个词 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更为常见 也更好理解的翻译 那就是国民认同 比如说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美国人 或者墨西哥人 这种你对于自己的自我身份的认定 就是所谓的国民认同 说清了这个概念 我们再来看一看本书的书名 美国国民特性 哎 这就好理解了 他指的是对于美国人 这个身份的认同 就像是本书的主题 谁是美国人 其实这里就有了答案了 具有美国的国民认同的人 就是美国人 那下面呢 我们就不说国民特性 这个在今天已经不太常见的概念了 涉及到的地方 我们都会用国民认同来替代 那认同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啊 说起来比较奇怪 人呢 往往是先认识了别人这个概念 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概念 亨天顿分析说 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当你感觉到存在一个他国 才会有寻找一个自己所属的本国的愿望 人的这种认知 有的时候还会被人利用 一些政客会通过塑造假想敌 来增强自己的凝聚力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呢 人会从敌我的对比之中得到满足 亨天顿认为 16世纪之后 欧洲各国君主倡导国民意识 努力让民众认为自己是一个群体 而外国呢 是另外一个敌对的群体 现代民族国家 就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所谓的法国人啊 英国人啊 这些概念呢 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 近代以来欧洲的战争才从中世纪的那种国王与国王的战争 变成了人民与人民的战争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核心概念 国民认同了 了解了这个概念 我们再来看一看亨廷顿眼中 美国人的国民认同是什么 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美国人呢 经常会把他们的国家称为移民国家 或者是移民社会 有一种观点认为 美国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不断地接受美国的民主自由的这种价值观而形成的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就曾经在193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都是移民和革命者的后代 但是亨廷顿不认同这个观点 虽然所谓的美国人啊 最早都是从欧洲来的移民 这其中呢 主要的是从英国来的移民啊 但是在亨廷顿看来 早期的移民跟后来的移民是不一样的 他把最早期的移民称为定居者 认为他们和后来的其他移民啊 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这些定居者以及定居者的后代 才是美国的核心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所谓的移民呢 是从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 迁移到另外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 比如说从中国移民到欧洲 或者是从欧洲移民到中国 你迁移的目的地已经有了完备的文化系统了 你只要想办法融入就好了 但是最早来美洲的欧洲人啊 他们是要在陌生的土地上 按照自己的意志 凭空建立起一个社会 他们是带着一种集体的目的感的 有意识的要构建一个有别于他们祖国的新的社群 而且呢 是要长期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所以亨廷顿认为 移民是融入一个社会 而定居者呢 是要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亨廷顿说 美国的社会始于1607年 1620年和1630年的头几批定居者群体 那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补充介绍一下美国的历史啊 来说一说这三个年份分别发生了什么 1607年 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 叫詹姆斯敦 1620年 被美国人尊称为祖先的英国清教徒 乘坐着著名的五月花号 来到了美洲 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 1630年 因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成功 吸引了英国上千的清教徒大迁徙 来到了美洲 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 不久之后 又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座城市 波士顿 这些呢都是美国历史早期非常重要的节点性的世界 美国的政体 语言 工作 和生活模式 以及许多的习俗 都是这些最早的定居者制定的 而在这种社会形态已经比较成型之后 再来的人 才能被称为移民 亨廷顿考证说 这个词在18世纪80年代 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 才出现在了美国人的语言当中 指的是当时外来的移民者 用以区别早先的定居者 亨廷顿认为 美国的国民认同 主要就是以定居者开创的这个规范为蓝本的 这种认同呢 在美国独立之前 就已经形成了 但是 它被归纳总结出来 是在美国独立之后不久 那具体包括什么呢 它援引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约翰杰一的话来概括 包含了六点 分别是 有共同的祖先 讲共同的语言 信仰同一宗教 遵从同样的治理原则 习俗风尚 非常接近 通过共同的战斗和努力 打完了漫长的战争 高尚的赢得了自由和独立 这六点啊 我们放到今天来看一看 随着美国移民的增多 来自世界各地哪的移民都有 那共同祖先这一项呢 就谈不上了 而现在 也不可能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了 但是 其他四点啊 你看 像共同的语言啊 宗教啊 治理原则呀 风俗习怪呀 这些呢 仍然被认为是构成美国的核心要素 亨廷顿进一步把这些总结为 基督教信仰 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工作道德 英语 英国式的法律司法 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 以及欧洲的文学 艺术 哲学和音乐传统 以上这些呢 都是17到18世纪的定居者 开创的模式 可以说是美国最初的基因里的东西 那在这一基础之上 到了18到19世纪 又出现了所谓的美国信念 原则是 自由 平等 个人主义 戴意志政府 和私有财产制 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移民 都是被同化到这一文化当中 所以说美国的国民认同啊 跟其他国家的国民认同 最大的区别也就在这了 它不是基于土地的 也不是基于种族的 而是基于这种美国信念的 构成美国信念的这些文化要素当中啊 亨廷顿着重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 关于这个话题 可能跟我们平常的印象啊 不大相符 提到美国啊 我们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国家呀 宗教团体在政治上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也不是依照着宗教法 来治国理政的 那怎么能说是宗教国家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呢 就得从美国的创建说起 美国早期社会最主要的创建者 是来自于英国的清教徒 那什么叫清教徒呢 这个我们又要补充介绍一下了 在英国人向北美殖民之前 欧洲经历过宗教改革 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呢 分成了天主教和新教两派 其中呢 英国是新教阵营的 反对罗马教廷对宗教权力的垄断 还有种种的繁文入节和奢侈腐化 但是呢 在英国的教会崛起之后 他们也搞了像罗马教廷那样的 复杂的等级系统 那这就跟他们反对的 没什么两样了嘛 对吧 由于英国的教会 也是有王室在背后支持的 所以呢 就被称为国教派 但是这么一搞啊 英国也有一些人就很不满了 觉得你这样跟罗马教廷 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些人呢 就从教会的系统里分离出来了 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 来进行宗教活动 这些人就被称为清教徒 英国的国教派容不下清教徒 他们就只好流亡了 他们先是到了荷兰 然后呢 又跑到了美洲 1620年 清教徒移民乘坐着五月花号 来到了美洲 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 以上就是关于清教徒历史背景的一个补充介绍 那从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出 清教徒之所以放弃了英国的生活 来到美国这么一片荒芜之地 就是为了按照自己的宗教理念 建立一个新天堂 可以说宗教目的是美国立国的一个原始驱动力 并且清教徒的特点就是强调个人良知 强调个人直接学习圣经 在精神上与上帝直接交流 而不是通过教会来作为媒介的 这就促使了美国人笃信个人主义 平等 以及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个人主义的理念 强调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 新教的教堂组织形式是教区教友 齐聚义堂 这就促进了人们反对等极致 后来这种理念就被移植到了政府的建立原则当中 所以美国的政治是很强调平等这个理念的 独立宣言的理论前提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同时美国崇尚个体自由和个人奋斗 每个人为自己负责 对于福利社会的理念呢 他们是不太感冒的 这种美国的精神都可以从清教徒那里找到源头 那至于说宗教对美国的影响 亨廷顿认为 美国是一个有着世俗政府的基督教战主导地位的国家 美国的国父 华盛顿 亚当斯等人都表达过 宗教是保障美国道德和国家体制的关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11年宣布 我们是基督教的人民 美国内战的时候 林肯也这样说过 1931年最高法院重申 我们是基督教的人民 彼此皆有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 同时心怀敬意地承认 我们服从上帝意志的责任 你看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呢 还都要手按着圣经 那在美元上呢 也会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好了 说到这里呢 第一部分就讲完了 我们首先介绍了国民认同这个概念 然后探讨了美国的国民认同是什么 是一套准则 或者说呢 是文化 包括了语言 宗教 治理原则 风俗习惯 四个方面 那语言就是英语 宗教呢 就是清教徒的宗教观 治理原则呢 是以按立法为主的英式的法律 或者叫做海洋法系 代意志政府 市场经济 尊重私有财产 风俗习惯就是崇尚自由平等 推崇个人主义 每个人为自己的成败负责任 那整个这一套呢 就是构成美国的文化要素 也就是美国的国民认同了 只有从心里接受了这些 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 那最后 我们又结合着美国的历史 讲了讲 美国的这种国民认同 是怎么形成的 好 下面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亨廷顿认为 美国人的国民认同 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挑战 那么到底是什么挑战呢 亨廷顿对此也谈了四个方面 首先 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性理论 在某些精英人士当中 大行其道 一些特殊利益集团 抬高了人种身份 民族身份 以及性别身份 而贬低了国民身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人的国民认同啊 受到了一系列运动的挑战 这些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 美国并不是一个 共享同样文化理念 并且完全融合的民族大家庭 而是一个由不同的种族 和民族聚合起来的产物 他们指责此前流行的 美国熔炉理念 或者是番茄汤理念 这两个比喻啊 应该是很好理解了 就是说呢 不同原籍 不同文化的人 到了美国 就融于一炉 就像是煮汤那样 溶解到美国当中 而多元主义者认为 美国不应该是汤 而应该是像一盘沙拉一样 虽然说是各种蔬菜 拌在一起 但是呢 彼此之间 还是你是你 我是我 保留着各自的文化特质 这样呢 也会使得美国 从单一的欧洲文化 确切地说 是昂格鲁新教文化 转变为多元文化 有的人可能还记得啊 在克林顿任总统的时候 他就欢呼 美国人已经从 欧洲文化的统治之下 得到了解放 其次 原先促进移民同化的因素 减弱 或者是不复存在 越来越多的移民 保持着双重国籍 双重国民身份 以及双重忠诚 社会学家丹尼斯朗 在1989年 就下结论说 今天啊 已经没有人在主张 让新的移民美国化了 那已经是恶劣的 老种族中心主义的过去了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福特公司就曾经带头促进美国化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呢 福特已经相当明确的 将自己界定为一家跨国公司 而不是一家美国公司了 第三 移民当中讲西班牙语的 墨西哥裔的移民 具有多数 美国有变成双语言 双文化社会的趋势 亨廷顿对墨西哥裔移民 对美国造成的变化 尤为担忧 他认为 墨西哥裔跟其他移民 很不同 他们的祖国与美国相邻 让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呢 变得模糊 另外 这些移民人数众多 而且大量的非法进入到美国 拉美伊人的比重不断上升 他们分布集中 主要是在南加利福尼亚等地 由于居住集中难以同化 反而在美国出现了很多 拉丁化的城市和区域 他们的移民浪潮持续不断 形成了链条式的搬迁 移民行为又一波比一波还要容易 所以呢 持续越久 就越难以停下来 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就会越滚越大 因为在历史上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内华达 德克萨斯这些州 曾经是墨西哥的领土 那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 这些墨西哥裔的移民 来到美国之后 反而有了一种重返故土的感觉 甚至有人啊 对美国提出了领土的要求 其实不仅是墨西哥裔的移民 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那其他拉美裔的移民呢 也带来了类似的问题 而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迈阿密了 这个城市已经被古巴人所支配了 古巴裔在社会生活当中 占据着优势 而非拉美裔呢 受到排斥 当地的政界和商界的主要人物 都是古巴裔 人们常说 麦阿密是拉美首都 非拉美裔的白人 成了少数派 他们受到了店员的启示 有人感慨说 我的上帝啊 可尝到了少数民族的滋味了 第四 美国一部分重要的精英人士啊 轻视国民身份 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 至于美国公众 仍然重视民族主义 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 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差 被誉为当代的托克维尔的 约翰·米克尔斯维特和阿德里安·吾尔德里奇说 这些精英们日益脱离社会上其他的人 他们到外国上大学 在国外呢 工作一段时间 为拥有全球业务的单位干活 他们形成了世界当中的一个世界 通过各种各样的全球网络 彼此联系 却想与本国社会的大众隔绝 他们宁愿花时间 跟他们世界各地的同伙穷聊 也不愿意跟左邻右舍去说话 亨廷顿批评说 现如今的美国知识分子 放弃了对国家和同胞承担的义务 却吹嘘他们对于全人类的认同 但是时任普林斯敦大学教授的 埃米·古特曼 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啊 让学生首先应该做美国公民 这样一种做法 是令人厌恶的 他认为呢 美国人的首要忠诚对象 不应该是美国 或者是某个政治主权团体 而应该是民主人道主义 这种观点 在美国部分左派精英人士当中 是很有代表性的 总之 亨廷顿发现 美国的国民属性已经消失了 人种区别在慢慢的模糊 语言也出现了双语化的现象 那么亨廷顿认为 应该如何重振美国的国民认同呢 这是本书的第三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 依靠着美国信念 美国仍然可以聚合为一个国家 但是呢 亨廷顿却并不这样看 亨廷顿认为 美国信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而人们要改变意识形态 其实并不难 就像是发生在苏联的现象 仅靠着意识形态来立国 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政治原则 无法在人们心中激起深厚的感情 不像是清源 血缘 文化 民族 等等 可以触动神秘的记忆新鲜 所以呢 亨廷顿主张向更远的源头去追溯 我们前面讨论过 美国的国民认同啊 主要是对于所谓的美国信念的认同 而美国信念呢 归根结底 来自于昂格鲁新教文化 所以亨廷顿寄希望于宗教 认为只要美国人重归这一宗教文化 美国的国民认同便不成问题了 亨廷顿很欣慰地看到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美国宗教再度呈现复兴的事同 亨廷顿分析 宗教再度回归公众的广场 是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担忧 道德败坏的问题了 少女怀孕啊 离婚率上升啊 犯罪率居高不下呀 还有色情暴力充斥着传媒 吸毒成风等等 亨廷顿说 这让人们感觉到啊 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社群和文明社会的形式 消失了 2000年有一个关于美国宗教生活的民意调查 调查主持人指出呢 一个明确又响亮的信息是 美国人强有力地将宗教与个人伦理和行为等同起来 认为宗教是一剂解读剂 可以对于他们今天在我们国家所看到的道德败坏现象解读 亨廷顿把从宗教派生出来的恩格鲁新教的文化 传统和价值观 设为美国的希望 他认为呢 只要美国人能够重新重视这个文化和价值观 就能够重建美国的国民认同 那样的话呢 即便是从人口比例上 白人变成了美国的少数族裔 但美国还能够长久的保持其为美国 亨廷顿认为 如何界定美国自己 将决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他指出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 美国人可以拥抱世界 也就是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自己的国家 那第二种 美国人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 第三种 美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和文化 使得他不同于别国的社会和文化 在亨廷顿看来 如果是第一种 美国将会变成世界人民的美国 美国人的活动将要听命于国际社会 那如果是第二种呢 美国将会变成一个帝国 试图支配世界 如果是第三种 美国仍然将是奉行 昂格鲁新教文化的 美国人的美国 亨廷顿本人的倾向呢 没有明说 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啊 还是可以看出来 他支持的是第三种选择 关于他的这种没有明说的倾向呢 其实我们可以结合着文明的冲突 这本书来看 在这本书里呢 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归纳为七个 或者八个大戏 并且认为 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升级为支配全世界的普世文明 所以说 亨廷顿既不希望美国自己的文化特质和国民认同 被更多的移民和外来文化所稀释 他也不认为 美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去改造整个世界 那他向往的是一个属于美国人 尤其是属于昂格鲁新教白人的美国 他认为 美国应该有自己明确而独立的国民认同 这种认同源于文化 并且很容易看出来啊 他对于这种文化的优越性 是满怀信心的 可以说呢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亨廷顿啊 他用的呢 还是文明冲突论视角来看世界 把文化或者说文明 作为划分世界 界定不同人群身份的主要标志 并且从文化当中 寻求关于美国前途命运的答案 好了 到这里呢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最后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说了美国的国民认同啊 其实是一套准则 或者说呢 是文化 包括了语言 宗教 治理原则 风俗 习惯 四个方面 具体来说就是 英语 清教徒的宗教观 按立法 代意志政府 市场经济 尊重私有财产 崇尚自由平等 推崇个人主义 每个人为自己的成败负责 这套东西呢 曾经被叫做美国信念 只有从心里接受了这些 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 这也是美国的国民认同 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标志了 它不是基于土地或者种族的 而是基于上述这套信念 而这些 主要是来源于美国的历史 和安格鲁新教文化 但是亨廷顿认为 美国人的这种国民认同 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挑战 并且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那这种认同危机 能不能化解呢 亨廷顿认为是有希望的 他把从宗教派生出来的文化 传统和价值观 视为美国的希望 他认为啊 只要美国人能够重新重视 这个文化和价值观 就能够重建 美国的国民认同 亨廷顿 已经于2008年逝世了 但是直到今天 全球化 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 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界限 变得越来越模糊 而这 也正是他担心的 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 也发生了对于全球化 趋势的强烈反弹 比如说 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 就宣称 要放弃美国的世界主义 他的这个态度呢 跟亨廷顿提出的 重建美国人的国民认同 似乎在目的上 是合拍的 但是实际效果 究竟是能给美国带来凝聚 还是割裂呢 这个现在我们还是看不出来的 此外 亨廷顿把美国文化 看成了样板和楷模 这是不是过于美国中心论了呢 虽然他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不过同时呢 他也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视为最理想的文明 但是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反而要担忧 这种文明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呢 那这样看来啊 他提出的一切问题 到文化当中去求解的路径 似乎也不是万能的了 最后 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 Who are we 我们是谁 其实呢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美国在全球化的环境之下 遇到了国民认同的问题 而我们中国 同样也处在相同的环境之下 那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呢 又该如何界定中国人的国民认同呢 这个问题太大了 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讨论了 但是很显然 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好了 本期音频的内容就讲完了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